俄军大规模挺进乌克兰东部前线 战况急剧恶化 侧连斯基的最终目的总算浮出了水面 大家好 这两天乌军库尔斯克大捷的舆论突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乌军总司令 塞尔斯基还有美国五角大楼 先后公开承认 库尔斯克作战任务失败了 以及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风向转变得这么快呢 因为舆论会说谎 但战况骗不了人 当乌克兰精锐部队还在库尔斯克地区 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的时候 乌克兰东部前线的战况正在急剧恶化 在顿列斯克地区 俄军大规模挺进 加速推进战争 目前俄军距离乌克兰东部城市 波克罗夫斯克的市中心只有不到十公里 而进攻的俄军部队规模 是部署在该城市乌军规模的四倍 而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我们说的红军村 在最近的半个月内 俄军推进的速度完全超乎了外界的想象 俄军前线不再是一天推进几米几十米 而是直接按照公里来计算的 俄军攻下的定居点也不再是几天一个 一天攻下十几个定居点 这么说可能还不够直观 我就举一个例子 按照今年年初的俄乌战场局势 外界都普遍预测 俄军可能要在2025年才能达到红军村的外围 但事实上按俄军现在这么一个推进速度来看 差不多10月11月乌克兰就要丢掉整个红军村了 现在俄军在前线越打越猛 那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来了 既然乌克兰都已经承认库尔斯克战役失败了 那乌军的精锐部队为什么还在库尔斯克 不赶紧回支支援顿捏斯克呢 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乌军有任何打算撤离库尔斯克的行动 有人说乌克兰早就无计可施了 现在是破罐子破摔 但我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 哲联斯基的最终目的才总算是浮出了水面 俄乌冲突打了两年多 哲联斯基不可能在这个结果眼上放弃 而且乌克兰也没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 否则战争也打不到现在 所以很有可能哲联斯基还留了后手 无论是库尔斯克还是红军村都只是烟雾弹 哲联斯基的最终目的是孤注一掷 发起一场冒险性的军事进攻 以此来曲线救国 挽救顿捏斯克的局势 乌冬前线的失败是哲联斯基可以接受的代价 库尔斯克战役则是哲联斯基对俄罗斯底线的一次试探 如果俄军因此从前线大规模回防 那正好如哲联斯基所愿 要是俄军没有回防 哲联斯基还有最后一手 那就是向白俄罗斯发起进攻 大家听着可能觉得不太现实 但要清楚一点 乌克兰现在可是背水一战 既然乌军都敢直接入侵俄罗斯本土 那闪击白俄罗斯更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了 在我们看来 乌克兰闪击白俄罗斯并不是什么上撤 而是下下撤 但大家觉得乌克兰还有得选吗 这用我们的话来讲 就四个字 攻敌必救 这也是乌克兰破局的唯一选择 而且乌克兰已经在白俄边境部署了12万大军 白俄罗斯也进行了边境的军事部署 可以说乌白边境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 冲突几乎是一触即发 如果局势真的发展到那一步 那么三战的导火索就真的可能被点燃 谢谢大家 再见